没嘲讽越来越垃圾了 垃圾垃圾垃圾 就你们拍的这弱智段子 也敢播出来 这女的一看就肿容了 演员简直瞅到辣眼睛 哎不不不 你开看 咱每天都被骂得好惨呀 我再不演了我 这才拉到哪 黑子还没真正斩斗身手呢 如果你玩百度贴玩 你肯定会遇到这样一位 原本一个很好的讨论题 莫名其妙地有人问候你全家 如果你玩英雄脸王的话 你肯定也会碰到这样一群 明明是自己发挥的不好 却莫名其妙地开始喷人 如果你逛新闻评论区 你肯定会遇到这样一群 只要新闻里头有河南人 无论什么话题都会开地图泡 现在这个社会 有没有道理普通的 观点不合就死 是不是事实不重要 一场不同就死 本来一个很有讨论价值的话题 最后就会论文一场死地团战 那以后还要怎么说话呀 我给你举几个喷子最常见的例子 比如啊 这个水真难喝 你咋回答 啊 是吗 我尝尝 若抱 我告诉你喷子的正确味 你知道吗 把这瓶水送到五楼子 是一位勤劳勇敢善良的大义 这瓶水更难喝你 说呢 自己办公室的水你都嫌难喝 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说水不好喝的人都是傻 我觉得我已经长不到精髓了 换我来换我来 看我快换我 第一题 男明星取了富豪 这个时候喷子怎么回答 小白脸 叹多文化富贵 男明星成小蓝口 第二题 男明星取了女明星 这个时候喷子怎么回答 出卖身体博上位 男明星全小蓝口 第三题 男明星取了外国人 喷子怎么回答 卖国贼比中国丢脸 男明星全小蓝口 第四题 男明星取了屌丝 怎么说 支持 以后我也要嫁给男明星 北大大学生卖猪肉 怎么回答 国家真是白仰你了 我小学毕业都能卖猪肉 现在大学生真越来越没出息了 再来 再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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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这儿了 我还没问完呢 你怎么说走就走啊 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啊你 这么越来越没出息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没嘲讽 真好看 没嘲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刚才在晚上遇到喷子的时候呢 我都会试图跟他们讲道理 但最后你会发现 如果你的观点不同 无论你怎么跟他们讲道理 最后都会演变成一场 窝后妇女的骂战 如果你是喷子 而且你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 那么开思的同时 顺便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